快點快點 快點 特勤人員全副武裝手持破門工具 指導黃榮衝進嫌犯住家 見到大批警力一擁而上 嫌犯嚇都嚇壞了 只能呆呆站在原地 還沒來得及抵抗就被壓制上銬 同一時間警方繽紛多路 來到另一處民宅收網抓人 不過會被盯上全是因為他們涉嫌 虛擬幣投資詐騙 根據了解犯罪集團 先是在網路招募會員 購買虛擬幣進行投資 接著再找來開發商 製作假的交易平台 營造獲利假象 讓被害人以為自己真的賺了大錢 進而投入更多資金 短短四個月下來 不法獲利金額高達兩億元 警方調查詐騙集團非常的誇張 他們還特別選在 新北市板橋區的市中心 以每個月租金五萬元 來層租這間實體店面 就是為了要讓被害人 降低借薪 上當受騙 除了熟建實體店面 嫌犯甚至還簡化交易流程 自行開發儲值卡 沒想到這回卻踢到大鐵板 不過看在專家眼裡其實破綻百出 虛擬幣原本作為新型投資管道 不過卻一再發生搶案 如今更淪為詐騙集團犯罪工具 該如何有效管理 恐怕也是警方未來的頭痛難題 新新聞 賴欣憑憲 謝龍睿 蔡鳳導